又来了 到我了 到我了 你说 你好 你说 对啊 我想问你的 一个事情你的看法 现在网上有这么一些人 他们去做一些 其他国家的 这些阴暗面的 这样一个视频 他们想表达的观点 是其他的国家比较邪恶 有不光彩的历史 或者说 也有些人会 展示出其他国家的 他们的一些人民 其实过的 其实不怎么样 不好 但是他们会挑选 比较过得惨的人 他们不去展现 他们不符合 这个普遍情况 你对这些人 你怎么看 对这些这样一种 这个创视频 你怎么看 特别的呢 哪些人呀 就是昨天跟你连迈的 比如说那个 灯塔破币 叫什么 嗯 这种多了 他拍了什么内容 说给我听听的 所以 所以 所以你要 纠结于这个吗 就你觉得 网上说别的国家 不好的 他都是客观的吗 我们重要的 不是具体某个人 就对这样一类视频 你怎么看 你既然去跟我讲 某一类视频 我这边当然是要跟你 就事论事 就具体的方面来说的 你认为 你认为这个 他们的视频 都是客观的 再比如说 孤烟木产 嗯 说啊 等你说呢 就是 就是他们 他们拍的一些视频 选择性的展现 国外的一些国家 不好的地方呀 就很简单 我不希望 我不需要举出 任何具体例子 就就算我不 我不举出具体例子 我假设有这么样种情况 如果你看到了 你 你怎么看 你觉得这种是积极的 还是消极的 这种跟 护城峰 这样的是不是一个性质 其实 最终 就想说这个 这位兄弟啊 就是说实话 我昨天对你客气啊 我看到你后台 给我这样一个留言了 我昨天对你客气 是我的这样一个素质 对吧 我一直强调的是一个 就事论事的 这么一个角度 所以说你愿意跟我讨论什么东西 我可以跟你讨论 但是我个人感觉 就是你也别蹬鼻子上脸 你也别这边的话 就真把这当成一个活了 三天两头 这边到我这来 就整这种东西 那就真是我给你一脸了 我觉得我要给你一脸 你这边还把蹬鼻子上脸 那就是你这样一个问题了 如果我这边 跟你要讨论问题的话 我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 就事论事的去进行讨论 没有什么问题 你不就是想表达一个 我对于护城峰的这样一个观点 是有问题的吗 护城峰这边 你不用管他是他是谁 比如说就是一个主播 他就承认了 我就是想展现我们国家的人 过得不如外国好 那又如何呢 你觉得他对我们社会 有怎么样的危害 他承认就可以了 你觉得这种 你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批评吗 为什么 我承议他的观点就可以 你觉得这应该批评吗 我认为我 我主要表达 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就可以 对啊 所以说 但是 但是如果说 只是展示 结论是国外人生活的不好 你是不是也不同意他的观点 你对他们是一样的看法吗 因为结论不一样 你的观点会不一样吗 这边 当然会了呀 当然会了呀 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我们在任何考虑一个事实的问题的时候 同样还有一个立场的问题 立场和事实 所以说你承认了 你在乎立场你是立场先行 对不对 因为你的组织要求你 跟他们保持高度的一致 不能忘义 对不对 我的组织是什么组织来说说看 就是你的公开信息是可以查到的 我不会上这个沟 什么组织 我不上这个沟 什么叫不上这个沟 你的公开信息可以查到 我什么组织 我不说 你纠结这个有意思吗 当然有意思的 你跟我说 我的组织对我有这样的要求 是我这样讲 是因为我组织对我有要求去讲的 那你当然起码要说一下让大家知道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以及我刚才说了 立场很重要 是被你怎么理解为立场先行的 我说立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点 是怎么被你理解为立场先行的 你的语文老师这么告诉你的吗 那你说重要在重要在什么地方 怎么个重要法 为什么它就能影响 也同样的是片面的这样一个内容 对你的不同的看法 因为这个里边它的基础背景不一样 这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吗 首先我们谈立场的这样一个问题 对吧 你再去表达一个 本身两个都是片面 两个都是片面 两个都是片面的情况之下 一个片面的内容是指向攻击我们这边 一个片面的内容是指向攻击对方 你觉得 他怎么就攻击了呢 他说我们过得不好 就是攻击了是不是 当你片面选择的时候 你的立场本身就已经决定了 这就是一个攻击性质的内容了 这有问题吗 他攻击谁了 攻击你们 我们 攻击谁了 我没有觉得被攻击啊 那是你的问题啊 你不要脸的话 这还有什么可说 最好我骂你 你不觉得我是在骂你 不觉得被攻击 就等于不要脸 对不对 对啊 没问题啊 不觉得被攻击 等于不要脸 你看 这里面就是一个单准的 就是一个就举个例子来进行形容 对吧 你可以觉得 你不被 你觉得没有被攻击 但是不是客观上面来说 是有 客观上面来说 这个立场本身就是在一种攻击 这个你觉得 当然你不承认 那就像我说的 那我只能用来形容了 就好像有人在骂你 你不觉得他在骂你 对吧 就换句话说 就是有的人就要在 正好前几天那个摆大主播 对吧 就是有一个例子 他觉得这句话 比如说有人说 让你去睡觉吧 他觉得这个就是在骂人 这个就是在严重的骂人 这边的话 你胡律师这样骂你 你都不怎么样 你就是跟着人家的小弟 而他这边说你 说你这飞渡大头 上面这样一个猎 他觉得这不是骂人 这就是一个形容词 如果说你觉得你是这样的人 那你就是这样的人 那你跟他认真是一致的 这个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 所以说 但是如果说 你也是不是感到被攻击 来评判 对不对 要不然呢 我 我为什么不感觉 被攻击 你就你就不认可 为什么 你不认可 不感觉被攻击 你感觉被攻击 你不认可呢 你再说一遍 那你为什么 我觉得不认可呢 你可以感觉是 但是我 我可以感觉不是啊 你怎么 你怎么认为 我的感觉不重要 那我的感觉重要吗 我不在乎 那我的感觉重要吗 你的感觉 你的感觉 这是你的个人的 那个想法 那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对你重要 对我可能不重要 不是我现在逼着你认了吗 我说你觉得 你觉得没被攻击到 那就没被攻击到 我逼着你认了吗 你说 那你刚说了一句 那是因为你不要脸 所以我认为 你对这个感觉 不被攻击 你认为是不认可的 有人在骂你 你觉得他没在骂你 那是你不要脸 但是有人就觉得 他是被骂了 不是你不知道 什么叫举例子吗 有人 有人 那有人 有人谁 谁觉得被骂了呀 谁觉得被骂了 他不会真 真理解不了 什么叫举例子吧 所以说他这个 发这样一个视频 影响到谁了呢 攻击到谁了呢 我不明白 要不你不明白 你就去歇一会儿吧 好吧 你不明白 你就去歇一会儿吧 我这边 确实跟这种 妈认知的人 交流的有点累了 以后再讲吧 来 妈就一直在讲 一直被他打断 跟他妈一个2B一样 真的是 我真是给他脸了 这边来讲一下 就是昨天这个人 就是不是上来表演了一首 说我是他妈 护尘锋和风格的关注者吗 表演了一首 然后回头以后 假模假样的 在私信里边跟我讲 哎呀 胡律师 你这边还是在认真讲到底的 这边的话 跟护尘锋 他们不一样 怎么样 还他妈过来 假模假样的来 今天又他妈来玩一首 还真给他整成 一个他妈的日常的表演节目了 其实他的问题 本身来说就很简单 就是他 我认为 护尘锋这边 是那个带有主观性的 那你怎么看待 就是那个护尘锋拍国外好 拍国内不好 是带有主观性的 而有的人呢 是拍国外不好 对吧 没有拍国内的不好 然后这边 那也是拍主观性的 你要批判 应该两个人一起批判 怎么样怎么样的 他其实不就是 想来说这个东西吗 对吧 但这里边 我刚才已经说了 这里边要区分两点 来举行考虑 第一 护尘锋 他是专门拍国外的好 去拍我们国内的不好 这是一种片面 对不对 而那个我承认 也是一种片面 也是一种片面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在于 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两种片面 它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 一种片面 是指向我们这边的 这句话他妈 他都能反对 我就真觉得没话说了 对吧 专拍我们这里的不好 而与此同时 如果说护尘锋 是一个只关注于社会底层 只关注于我们这边 一些社会相对来说 比较弱势群体 那其实反而是没有问题的 我其实不会说什么 因为你要允许 有这样一个观察视角存在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你要允许有这么一种 观察视角存在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 护尘锋这边是 拍我们这边的视角的时候 它能够形成 比较大舆论影响的 都是什么 都是针对于这种 我们这边的底层 弱势群体 或者说看起来很困苦的 而他的视角 放到国外的时候 就是各种购买力爆赞 你能理解吗 都是各种购买力爆赞 同样都片面 国内也片面 国外也片面 但是国内的片面 他就专挑这个点来片面 国外的片面 他立马就转换到了 另外一种片面 能理解吗 所以说这个就能看得出来 这种片面 两个方向向来 像结合 都是在指向我们这边的 而另外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就他说的 有些人 这么专拍国外的不好 这个问题 废话 那是指向谁的 一个是指向的外 一个是指向内 你说人能没有一点立场吗 你自己说说看 人能没有一点立场吗 而我问护尘锋的是什么 我问护尘锋的 就是在问他的 这样一个立场 他愿意回答我 他就回答我 当然人家不回答我 人家说了 他拍国外 只是拍风土人情 只是在进行记录 你们要相信的话 那你们就相信 对吧 我只能说我不相信 但我不相信 我也不会按着 别人的图相信 你们相不相信 那就是你们这样一个事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任何一个事情 要去看讨论 那么一个背景 无论是我也好 还是那个什么所谓的 什么灯塔破壁人 也好 还是说谁谁谁也好 孤烟木禅也好 还是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当我们去再看 国外的一些 所谓的阴暗面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个重要的前提 就是现在是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们就专挑着 国外不好的地方去说 是有这样一个 装什么毒子呢 装什么毒子呢 是真的是这边 从来没有人提过国外 就大家这边对国外一无所知 然后现在突然就跳出来一帮人 专门说国外的不好 是这个样子吗 扯什么毒子呢 对不对 扯什么毒子呢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的问题是 国内一帮人 在拼命的去吹 国外多么的牛逼 是吹国外的多么好 国外多么是一片 人间天堂自由民主啊 就差是你吗 对吧 极乐世界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现在有人告诉你 国外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国外也是有问题 存在着这样一个地方 跟前一个对吧 护神风所谈 他所表达的内容 是同一个内容吗 这个很难理解吗 还在这边来进行 还在这边来进行装逼 说两个不都是一样的吗 一样个屁一样 连这个的妈逼多 不就是装毒子吗 自己去想想看 当我们啊 包括我 我经常在视频里面去说 国外是有问题的 怎么样的 但我几乎所有的 说国外有问题的 这么一个视频的前提 都是我先放出来 有多少人在吹捧 国外没有问题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是不是出视频说过 日本贪污问题很严重 我是不是出视频说过 美国什么震伤旋转门 等等等等 我是不是出视频说过 美国这边人情事故 走各种人情事故的 对吧 什么推荐信 这些乱七八糟的 这样一个东西 就非常多 怎么样 我是不是出过 我出过 我是平白无故出的吗 我是平白无故出的吗 我出这些视频的前提 是不是网上面 不断的有人在跟你吹 为什么日本没有贪污 为什么美国没有腐败 为什么西方世界 从来没有人情事故 这个前提都不知道 然后就在这边去讲 装什么毒子呢 你们自己说 他是不是在装毒子 要不我就说 蹬鼻子上脸呢 我说难听一点 不就是给脸不要脸吗 我想跟他认真讨论 好好讨论 这边跟我满地在那边打滚 他觉得自己没攻击到 我说立场本身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跟我说 那你就是立场先行 我说立场本身很重要 他跟我说 你就是立场先行 我说我拿骂人来举例子 同样一句话 有人感觉到被骂了 有人没感觉到被骂 那是你的问题 我也没按着你头成了 他这边就说了 这边谁骂人了呀 那不就是扯犊子吗 哎